云林斗六市日前在环球科大的侧门旁发生了一具男性尸体 警方互报之后立刻到场踩证并且追查死者身份 检方初步相宴发现死者是40岁的高姓男子 而且他并不是自然死亡 不排除是注射毒品过量身亡 遭到朋友丢包在路边 而这名朋友也被警方以遗弃致死罪嫌移送法办 检方裁定4万元交保 上个月29号民众经过斗六市嘉兴路 环球科大的侧门口 在路边发现了一名红衣男子 倒卧在竹林间与人行道间的草丛内一动也不动 走近一看发现男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吓得立刻报警 警方获报后到场立刻拉起了封锁线 并且由监视小组人员进行踩证 逐步发现男子身上只有一些擦措伤 没有明显外伤和流血的情况 怀疑应该是遭人丢包气势 死者的父亲说儿子之前的确有在吸毒 但后来已经有戒毒还会帮忙家里种番茄 当天说要跟朋友出去没有想到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锁定了死者的友人 无姓男子摄有重嫌 检方初步相宴 死者的死因疑似是毒品注射过量身亡 因为吸毒害命 还留下了四个年幼的女儿需要人照顾 毒品真的是害人不前 结果真意运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